分析美國示威抗議遊行 很多網友首先會想到 新加坡聯合早報特約漫畫家 王景松的創作這張圖 好像總統川普真的就是 兩種標準傻傻分不清楚 但其實並不然 首先我們先來分析 整個抗議活動的人潮結構 重點就在這裡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 竟然可以分成三種 良民、投機客以及報名 其中最具威脅性的就是報名 也就是川普口中的Antifa 我們用影片來做說明 觀眾就會更清楚 Antifa非常好辨認 他們青色都是全身穿著的 黑色包住頭 手拿著鐵錘或鈍器 而行為就會是首先混進去 或假裝支持抗議遊行 但所作所為其實並不是 他們是不斷的找機會破壞 且注意看 當他們被和平示威者發現之後 頭套一摘下來 沒想到竟然就是白人 原來這些Antifa 就是要想盡辦法 從中破壞商家與公共設施 目的就是要搞爛整個 和平抗議引爆警民衝突 我們也知道 美國政府為了要控制局面 不少城市都已經實施了消禁 而這一波對抗暴動的城市 消禁可能會延續到多久呢 我們請洪志繼續帶我們了解 好的 為了對抗混入抗議遊行中的 暴民Antifa 全美已經有超過40個城市 不只早在三四天以前 都陸續宣布晚間進入消禁狀態 且截至今天的最新消息 整個大洛杉磯地區 有88個城市 也繼續第三天消禁 目的就是要禁止任何民眾 出門上街買東西 或者是加油 這些都是不允許的 要來避免商家晚間可能會被砸電 而且由於這樣的成效非常的好 在聯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 都還沒有討論出 如何真正的改善警察執法 或者是道歉以前 目前以矽谷的聖和熙宣布 是最長的 是一連七天的消禁 至於洛杉磯縣 則是每天是治安改善情況來決定 而最新的數據是 整個南加州地區 直到今天已經逮捕了 2900位現行犯 根據Santa Monica警局的分析 當地有400多位的現行犯當中 超過9成5都是來自外地 根本就不是當地的民眾 也就是說 這個是有計劃性的 預謀性的迫害行為